這個科學博物館有很多太多太酷的東西 但是我個人最喜歡呢 就是這個熱帶雨林館 走到最底下之後呢 你會帶到一個水族館的隧道 而這隧道是相當相當的酷 你看這些魚 這是亞馬遜河熱帶雨林底下的魚呢 你經過這個隧道 讓你覺得你就在這個亞馬遜河裡面 你看這些魚超級大的 真的很恐怖 我像很多魚應該是比我還重喔 假如要是不小心掉到這水裡面 可能就被他們活生生的吃掉 真的超級酷的 我最喜歡這邊水族館的原因呢 因為它這邊除了有熱帶雨林水族館 還有加州沿海岸的水族館 也有菲律賓水族館 所以它包括全世界不同樣的生態 那你可以看到很特別的 這是一個美國的鱷魚 它是美國的鱷魚 它是一個白紙全身白色的鱷魚 另外一種呢 是看起來是最恐怖的 叫Alligator Guard 它看起來像鱷魚 但是它其實不是鱷魚 它的嘴巴呢還是魚 其實它是一種魚 而這種魚長得相當的大 它們可以活到15歲以上 那個重量應該都比我還重 所以還蠻可怕的 這邊水族館呢 除了有38000種動物生物在這邊生存之外呢 最重要呢 這邊有一個很特別 25英尺高的一個很大的水族館 而且這個水族館呢 是依照菲律賓珊瑚膠原設計的水族館 所以來到科學館一定不能錯過就是這個博物館 至少少加水族館